好 現在就是禁失不禁話 禁失不禁話 直播 直播 現在真的禁得很重要 我們還有兩位駿南 再加上駿南的一筆聲線 就是次官是月陽在加拿大跟我們通話的 你到你好 你聽到嗎 是 次官請說 你聽不聽到我說話 聽得很清楚 我聽到 喂 阿潘沙 阿潘沙 你聽到那個眼字和英字 你給大家看看 我們三個大男人有什麼錯 反而小女子女和對 是的 其實我記得我當時說過 以前有一個古人叫李英 但是李英如果是眼就有些無牌的意思 有什麼理由那個兒子叫李英等於是無牌呢 所以那個眼字和英字寫法相似 實質上是兩個不同的字 是 阿女王對的 是 我們跟次官說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犯錯 就向觀眾說一聲對不起 還有呢 我們向女王致敬 因為女王的中文水準是高 我們自己以為博學的所謂才智 真的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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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要阿潘和阿洋 你們兩位呢 我和我 有這個勇氣認錯 沒錯 這個請大家原諒 請大家原諒 請次官跟我們分享一下她的見聞 請次官說一說 我暫時要改進的 我就覺得這個在我們中國裏面 林鄭這個有個名下 不過我見到這麼多個都沒有人講這個名堂 這個名堂叫用神術 用呢就是應用神 就是神 神話的神 術呢就是辦法那個術 用神術呢 以前呢很流行的 尤其是劉備用得最多 有什麼上天叫她這樣做 現在呢其實呢 都是用神術的 我記得我請新馬斯珍 當年去做一個慈善的演出 那我就說啊 阿長哥 阿長哥 唱這幾首主人歌好 那長哥呢就不會馬上回答你 就又是用神術啦 她說 阿刺哥 你等我一陣 我今天回家呢 問問呢 金花大姓呢 即金花婆婆 金花娘娘 問一問或者呂祖先,問完之後我就明天答覆你 他這個一樣是用神術,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是很容易走盞的,如果他不想做 他兩功課計過一條數,不對做 那他就說呂祖叫我不要做啊,金花娘娘叫我不要做啊 那我就八字都不能夠再說了,如果他一做 他就說 Dana叫他做, 她說我又不能說你別做了 那又不行, 條件可入他開, 因為她說女組叫他的 這條才是用實術, 讓她平衡一看 原來林鄭一早就認識這些,聰女來的, 新馬仔,原來當年另外一個花彈,鄧碧雲, 鄧碧招又是認識這些弄的, 那時候我又是要找她, 鄧碧招做壞節的主角好沒有,簽了一套, 她就會說我回去問金花糧, 我先擺一擺,問問又是用神術, 這樣又是可以有個時間去勒斯所下, 或者甚至利用了一個神的指示, 大家就無法抑鬱一推, 因為一用到神就大甘, 大甘無符, 神就說你不相信我, 那林鄭這個票也不存, 那不是只有林鄭, 我查回資料,原來當年很多議員都用過的, 林鄭是撿二手,撿口水是甚麼? 三手都不行, 你們可以知道嗎? 是啊, 很多手啊, 很多手啊, 鄭家富說, 鄭家富說, 討告時刻, 感到不參選, 就是上天的旨意, 她就沒有說誰是上天, 她就說上天主義, 那你不要扶了, 上天啊, 那裏有something, 這是你強壯, 一個是梁美芬女士, 那她說, 建制派是神, 吸入我的角色, 她的神是在基督教的新教, 那就是你把他吹他人仗, 那我講, 建制派是神派他們來的, 不是她自己所做的, 她是神的子女, 還有一個大家都記得叫做陳茂波 這個學長,我師弟 你師弟呀 是,八天國局長的陳茂波 他在香港電台播出訪問 這個規管工廈劏房檢討的時候 他說,留給下一屆勝負 這個是一個大問候 不過能夠完成這五年,很多人都覺得是奇蹟 跟著他說,這個任務是神的召喚 又是推到神的召喚 他被揭發劏房和團地之後 還引用聖經尼加書 說行公義好聯文 是啊,是啊,是啊 當時,你真是好奇性 我當時也頂不順啊 但是你這個行公二號聯文 好像是一個友台的口號來的 是啊,沒錯 頂不順,我也頂不順 他是天主教徒 是啊,沒錯 周浩鼎是民建聯的 民建聯呢 我看應該是唯物主義的 你猜嗎 不要緊啊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都說自己是基督教徒 是啊 是啊 很唯物主義的 不知道啊 很多基督教徒入了唯物主義 是啊,會不會在路上打架呢 我也不知道 黃承智都試過說過 黃承智在補選的時候 都說求上帝使我成為和平之子 上帝是保姆家憲成為和平之子 那他做了超人啊 那時候 做超人啊 中間超人啊 黃承智是中間超人 你大家都叫做何君堯老兄啊 是 何君堯老兄 他說我都不是那麽虔誠的基督教 都是自己認了自己的基督教徒 這個不是很虔誠 不是虔誠 你這麽要打鬼嗎 怎麽要告訴別人聽到不虔誠呢 我還記得上屆選特首 有個選委說支持唐英年 是說神受到神的感召 是啊 剛才我舉了一些例子 就是這個香港政界 但是大多數都是保皇講的 為什麽這麽喜歡呢 用神術呢 用神術這件事呢 以前呢 厚巧學的兩個祖師呢 劉備和曹操呢 都經常用 劉備用得最多 有什麽他哭就懇求上天了 就當是一種呢 上天賦予他的命 那命是這樣 那麽我們記得呢 大家看這個水虎荃都知道 他寫著這支大道 這支大旗呢 都寫著 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那支行王旗 那支行王旗 沒錯 黃天 那支行王旗 被看穿了 我不是以我來殺狗官啊 我不是以我來搞那些人民 殺他們 我殺貪孤 但是呢 整件事呢 我批天行道 那監神裏 我就批了 现在这班选的人包括林郑 是不是又是拿着上帝行道这几个字来找食 我就真的获名其妙 我有点奇怪 以前包括你刚才次官说碧姐、长哥等等 都是说中国的地道神子 但是现在这班建制说的全部都是引西方的神 为什么不完全不同了 是不是中国的神他们不是这么看得起 看不起我们中国的神 他们可能觉得这些是老土 可能是统战的手段 他将耶稣基督统战了过去 我记得一个笑话就是当年共产党兵打赢国民党 那些人跪趟,天意啊天意啊 周恩来总理一听见这个字 即刻驳斥这些不是天意啊 这些是民意啊 这个不打败 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民意啊 不是天意啊 他唯物变清法不能够讲天意啊 其实好像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占据南京的时候都说 天若有情天逆老啊 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就是怎么会 上帝上身的哦 上帝上身是杨秀清 不是,你先说一下 那洪秀传上帝上身呢 那杨秀清是东王的教学哦 那因为你第一个做了呢 第二个做的时候你不能够斥白他的嘛 变成有口难言了 如果东王上帝上身的时候呢 那洪秀传不可以说东王哥是假的嘛 那就顶住条气咯 出之就在找那个韦昌暉 是吧,杀了东王 是 然后就找另一个杀了韦昌暉 出之杀了几万人 是吧 就是因为大家斗上身 是,斗上身 所以这些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那现在这些人有点像太平天国是不是 是啊 每个都上帝上身天兴上身的 耶稣是他大佬 是吧 洪秀传说耶稣是他大佬 他是天兴天父 那又跟着杨秀传说 是啊,不过天父上了我身 那又对着洪秀传说 啊,儿子啊,儿子 为什么你这么生性啊 那洪秀传说是啞人 是吧 就是这些 我觉得是 都不知道怎么说的 我觉得是笑话来的 是啊 那笑话呢 因为今天只能够用这个 电话apps来说 所以就不能够延伸 很对不起 那现在加温给两位继续说下去了 好 谢谢我们解决了这个 上身问题 以及我们怎么出现的问题 之后呢 再和大家建议一下 那我暂且退下 多谢两位 好,多谢阿次官 多谢阿次官 好,多谢阿次官 是 好 好 那我们就接下去了 好 就是刚才说了 拿神 放神上台 怎么看啊 Gordon 这几年来 个个都建制派那边 无论是议员 选委 做官的 甚至富商的 都喜欢放神上台 那我问你 郑家富是不是建制呢 他以前说他是泛民 那现在怎么也似是建制 不是啊,他自己现在说自己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是人还是鬼 我也不知道 那他应该是人来的 他日头都要出现 脚也没有离地 他走路有脚步声 他后面又有影 那戒票做起来 鬼神鬼影 都很奇怪 郑家富就将刚才我们说的伎俩 就进步了 就是因为找个人来帮他做的 那个就叫做书基主教陈日君 他就找了陈日君和他一起祈祷 然后就拍照 拍照 拍照 其实呢 根据我理解 或者很多人理解 就是教宗或者神职人员 就不会说背书又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但是如果你叫他跟你祈祷呢 那他没理由不跟你祈祷 你又是名人 不止 因为你看回耶稣的教会 那些什么妓女 什么瑞利 什么乞丐 什么乞丐 什么麻风病人 耶稣都是一视同仁的 是 特别怜悯 就算如果你郑家富是一个黑衣 或者他人的心术不正 都帮门徒洗脚 何况你郑家富 所以跟你祈祷不代表什么 那倒是 他又没有支持你什么 但是他又被人利用了 就是说 因为拿了他的样子 来做一个 就是给一个讯息的那些教徒 我觉得这些事情做得多 就奇怪自败 就会穿波 那你自己看回 这几年 建制那些 真的个个都天父天兴上了身 你有没有感觉到 刚才我们也说过 你呀 局长也是这样 建制那边的议员也是这样 接着那些富商也是这样 然后最过瘾 有些基督教的牧师 公开支持这些人 刚刚我们讲过梁美芬 次官提过梁美芬 接着我们又讲过团地波 他们在08年选立法会的时候 在同一间教会 是吧 那位苏牧师公开支持这两位 在基督教界里面 一些比较有理性的信徒 都提出很大的质疑 其实今天我就 因为没有时间错过了 在中大有一个 关于科学和宗教的论坛 我不知道你说了些什么 我很多朋友都会听 我觉得 有时候现在有些叫做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 现在就比一些反潮流 例如川普那样 你本身的判断 我不会去主动攻击一个宗教 但你假设一个宗教的名义 去达到一些目的 希望要别人不需要判断 不需要有任何的自己的道德 或者自己的任何的资料 总之 我是教徒 你是教徒 所以你要听我说 我拿了神的名义 一旦 这件事有问题 这件事最早看到有问题是谁 就是上帝 摩西领袖十届的时候 第三条就说清楚 不可妄清上帝的名 喂 不要随便拿我的名义 放在桌上 你们这些人 他看得穿人性 最喜欢拿神的名义 然后说我是奉神之名 慢慢慢慢做很多不好 但是摩西又不用那么麻烦 根据旧约圣经说 他可以一呼唤 他不用拿上帝的名义 一呼唤 上帝就会把红海分开 然后让那些法老王的兵 全部沉在海底 你现在做不到这件事 那么摩西就没得说 摩西的性格是完美的神人 但是这些后来真的发生了 你看看 中世纪的天主教 用神的名义 搞一些宗教裁判所 什么什么密密 然后政教合一 干预了各国的皇室政治 做尽坏事 最后搞到要有宗教革命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坏事 就是说 人们会觉得是非标准很混乱的 我们看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圣人 叫做圣女貞德 但是当时就是英国 当然不要叫英国 就是现在我们理解英国 当时有没有英国也不知道 总之英格兰的一些军队 跟法兰西的军队打仗 八年战争的那一场 英格兰的军队 都是信天主教 因为那时候没有宗教改革 法兰西的军队都是信天主教 两个都有地区的主教 但是最后他们的老板 都是罗马教庭 在罗马那个教宗 但是因为圣女征德 是受到神的感召 就是一个农家女 木不释丁 突然领导军队打仗 因为圣灵充满她 这个就是法国那边的说法 英国那边的说法 就是圣女征德是一个女巫 所以要审判她 烧死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是同一个老板 不要说是新教是旧教 大家同一个宗教 你的主教是亲英 我的主教是亲法 两个都说是神 那究竟谁才是神呢 我觉得呢 只有人才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有点奇怪 法国人又不是神的选民 英国人又不是神的选民 按道理是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说完都说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 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去到一个极端 在当时的欧洲 他们又因为犹太人 杀了耶稣基督 他们仇恨犹太人 即是他们有空无事 就拿犹太人出来变 那些叫Poggram 即是将犹太人屠杀 为什么呢 因为犹太人有缘在 他杀了救世主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觉得全部都是 守回摩西的戒条 即是说你不要妄称上帝的名 所以我觉得 如果林郑说这句话 真真正正的 有信仰的 在主里面的弟兄 应该觉得他是代表一个妖魔 绝对是 我们看回旧约 就算你素来也好 大位也好 他都不可以自己走出来说 神立我 杀我做王 什么什么 都是通过当时 一些神所信任的先知 撒母耳出来 高纳他们做王 你现在你林郑自己走出来 神 上帝叫我去选特首 等于黄袍自己加身 我再揭回 据理解 林郑那个荒谬和可笑的地方 就是她是读天主教学校的 但是她读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成为天主教徒 反而就是 据民呢 在这个曾荫权那个 特首的政府里面 她为了要真正 因为她众所周知 曾荫权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是吗 那众所周知 我不知道 以前我都以为是 以前我都觉得是 但最近呢 据民一个审讯期间 她太太就曾经找过风水师 去某某个住宅看过风水 我不知道天主教和风水 会不会有充分 那我们找到女王问一下 但我先说这个故事 据民呢 就是因为她的老妻是天主教徒 那老妻常常去圣堂 那这个当时的发展局长 为了要亲近的老妻呢 就突然间就成为天主教徒了 我想大家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 就是如果一个人是 就是用尽所有方法去爬上一些位 去趋言附誓 这个人究竟他的道德是如何判断呢 大家眼睛是雪亮的 我觉得 还有你突然间真的 这样说自己是上帝 叫他出来 即是好像君权神兽的意识 我想当然这个是无溪之谈 好了 无溪之谈 按道理呢 最虔诚的神职人员教会 应该有神赏赐智慧给他们 也有神 戒定什么是道德 那条线给他们 为什么他们听到这么荒谬的东西 一而再再而三 这样荒谬 不是林郑一个 而建制派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有这些 他们教会一声都不出的 喂 网清上帝的名 那十届都没有说不准搅机 他们就如林大敌 扎了马 网清上帝的名 犯了十届的第三届直接犯 但是为什么香港的教会 又完全一声不出呢 这个我真的想不到 你问他们吧 我想我们不需要在这里答 我问过了 不出声 你问他不懂答 不出声 不出声 但他可能心目中觉得我这些魔鬼 受魔鬼引诱 然后来试探他们 攻击教会 我自己看到 为什么现在 这几年多了一个 叫做耶能 为什么教会以前 可能二三十年前 都觉得教会和信徒 都有个光环 但是近这几年 尤其在年轻一代 心目中 教会的形象是拆了水 网上的批评很厉害 这些是很有关系 因为他们见到很多人 自是教会的名 自是上帝的名 亂说二十四 做很多坏事 很多坏事 亂说二十四的东西 而教会一声都不出 甚至有时还助纣为约 难怪年轻一代 会越来越多人 和教会保持距离 我想我就 我想不能代教徒说话 因为我本人当然没有宗教信仰 而且我觉得 我对这些东西都很怀疑 我根本认为 这个世界应该没有创造 我认为是没有的 但是因为 也是不忍心 去伤害教徒的弱小心灵 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不说这些 我不管他心灵是弱小还是强壮 他们有神赤 他们的力量 他们应该都很扎实 我相信 但是有时候 我不跟他们拗 有神还是有创造 纯粹说事实 有时他们也有一些现实 他们自己面对困难 例如年轻信徒的数量 越来越少 中年 他们教会自己有数字 也都感觉到有个问题 中年以上的信徒就越来越多 有些年轻的信徒 就在大学里面 不敢认自己是基督徒 因为怕被人笑 因为基督徒的形象越来越差 最年轻的那班 现在有个断层了 最年轻的那班就是幼儿 中年父母带他们回教会 然后一跳就跳到中年那班 青少年那班有自主性比较强的那些 即使幼儿的时候被带到教会 很多都已经离开教会了 这是我接触的一些牧师所说的 因为我平时也有跟教会有一定的接触 我想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同 本来我对基督教没有什么正面的感觉 我身边的人都很少教徒 我自己对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就叫孤妄言之 孤妄听之 敬鬼神而远之 我跟你分享一件事 就是在2014年雨傘运动之后 我发觉走得最前有些很勇敢的人 还有他也充满善意的 身上很少仇恨的 这些人我见到的 在雨傘广场认识的 十个有八个都是基督徒 是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 比较年轻的 我觉得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 当然 我觉得不同的教会 或者不同的教堂里面的一些神职人员 他们说的话不能够代表那些教徒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一些信仰 如果那些信仰是可以有包容性 还有一个宽恕的心 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大家 是求同全意的 我不会取笑 是的 你说的其中一个好表表 就是袁天有牧师 秦道为你那位 他在雨傘运动 就是当晚放催淚弹的时候 他就开放 那个湾仔的秦道为你总堂 给有需要的人被避难 示威者可以进来 警察都欢迎你进来 很包容 只要你有需要 来休息来避难 哪一方的力量都好 你进来 但是因为今天时间不太多 虽然我们两个在这里说 因为在加拿大 今天暂时结束了今天他的环节 但是我就说 我们这个题目 可能要转过其他事情 但是在转之前 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真正虔誠 和对宗教里面 是真的有一个真正的 纯真的信仰 和一个信念的人 我认识有十个有九个 是不会公开去跨耀 或者宣示 他是基督教 或者是天主教徒 真心那些 我看见的真心是不会这样 有很多人我不说 就是一些知名人士 甚至现在走得很前的 为香港发声的人 他们从来都没有突出自己是教徒 所以我就觉得 我用基督教的一些教训 和大家 虽然我不是教徒 我觉得里面的教训 是对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警惕的作用 是 在新约圣经里面 耶稣经常引用 就是去引用一些例子 那些就是 民事祭司和法利赛人 这些就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虔诚的 最圣洁 最圣洁 而他们 譬如说 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大街大巷大声去祈祷 就是我说真正有信仰 为那个 饥渴慕义的人 他不会告诉你 他信住 所以他会默默地做一些好事 这件事 我想用这件事来结束 大家要用你的眼去判断 用你的智慧去分辨 哪些是善 哪些是我 我想我会这样说 耶稣也 我自己看圣经 他批评得最厉害的 就是当时的神职人员 最败坏人心的那一班 大家自己看看 所以用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人的良心 应该作为一种 戒定力 一种指导的思想 不是说 因为你有一个 我的身份 跟我的身份不同 所以你就可以压住我 我觉得我们不鼓励这件事 而且更加不要用神的身份 去压其他人 就是刚才我说的 例如圣女秦德 大家同一个宗教 同一个神 同一个教皇 在罗马 凡帝刚 他们都可以打一参死 你说他是女巫 他说他是圣女 就是这些什么 就是正所谓 就是百慈莫变 谁是拳头勾力 谁就是上帝 这样没什么意思 其实现在香港 就是满天神佛 刚才你也说 有些不知道是否鬼 有些不知道是否神 正如我们上次说的 英品硬品 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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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个键定标准在书 对吧 说起硬品 复制品 A货 这些 最近西安 就 消费了一批 A货巡涌 什么假都有 就自己 用一比一大小的 弃图弄一些假巡涌出来 然后弄个假的巡涌管 就骗油画钱 就被人 官方破获了 真是 放开笑 中国 他真的走在世界最前 他真的很有创造性 譬如说 你可以有一些 苹果销售店 你是根本存在了很久 那些人进去买东西 都不知道他是假的 另外就是 譬如说 他有几个白宫 有巴黎铁塔 他就做到真的 纳马铁好像真的一样 我听过有铁塔尼 在内陆 但我不知道他怎么下水 但这个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能是 不如我们说一下什么 因为今天 我来之前 有些消息 在其中一个网媒发布 就是说 中央已经批准了曾俊华的辞职 好像是星期一会公布 对 对 还有 他就说 他会找 这个 陈茂波 你刚才说过的位置 去接任财政司司司长 你怎么看呢 就是一个网媒这么说 一个网媒这么说 陈茂波 原本 六八九 当初想找他 开个副财政司的位置 就给他撞 那据文 中央就不是那么放心 亦都不是完全放心 被六八九搞得那么大 就给了一个发展局去做 那 很多据文 很多据文 因为这些 北京不会公开说 我反对 我反对你六八九开副财政司的位置 我反对你六八九给陈茂波上副财政司 他又不会公开说 不过呢 总之他当初的确是想找他 但是他不能给他做发展局局长 因为当时是默齐光做的 默齐光就是因为有一宗官司 所以他要辞职 那当中又有另一些阴谋人 这个吊诡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中央说 不要让他做副财政司司长 要让他做发展局局长 算了 那时候已经委任了默齐光 所以这些逻辑全部都说不通 那结果又是有另一些阴谋论出来 就说默齐光被人弄下来 是有背后另一些人搞阴谋 那我们这个不是阴谋论节目呢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证据 就很难说太多 我说什么呢 我说一个地方的政制 是属于进步还是落后呢 看看那个地方是靠全民小道消息 还是在太阳底下有一个透明度 就是没有透明度 我举个例子 如果在一些我们很不喜欢 即是我们中央政府 或者他在我们强国里面 他很不喜欢你说这件事 就是说如果我用西方的标准来说 整个西欧 北美 即是我说是美国加拿大 或者是澳洲纽西兰这些先进国家 他从来都不是靠小道消息 即是譬如说如果一个主要官员的任命 就公开地辩论 公开地发布 即是好像我们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以前香港的制度都不是这样 你如果一个主要的官员 比如说财政司司长 在这个回归之前就叫财政司 现在就叫财富放屁 又不叫财政司 那个部门叫财政司 那个人叫财政司司长 他的辞职呢 即是现在就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你有你说 我有我说 还有很多猜测 我现在唯一知道呢 就是在这个2016年 12月12日 即是双十二日 当日呢 在没有飞龙标志之下呢 曾俊华司长呢 当时已经告诉人 他已经递了这个辞职信 或者他已经 请辞了 但是呢 他就不可以立刻说 获批的 那到现在呢 今天是多少日呢 今天是14日 1月14日 即是说一个月零两日 仍然是要靠 一份叫做众新闻的 分开的网媒 有个消息灵通人士 就说了一句故事出来 其他的人 包括我们中央 或者我们 中国的这个叫做 那个国务院发言人 香港的那个 那个新闻官 或者个白宫发言人 是不是 就是那些喘报 没有一个人 政府新闻署 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这种呢 就是一些 极权封闭的国家里面的作风 这些东西呢 你不会在纽西兰见到 也都不在法国 不会在德国见到 那没办法 香港是很落后 我不觉得 我们在97年之前 不是这样的 那你进了一个 比较落后的母体里面 只能够这样说 所以我们不是落后 是退化 是 我们原本不落后 不我们是退化 是吧 这件事呢 我觉得是一个客观事实 不能争辩的 是 这个大家都感觉到 这二十年 到现在还在估计一下 然后看众新闻 众新闻就告诉你 据消息灵通人士说 陈茂波接替 这件事我觉得 真的是 香港的悲哀 绝对是悲哀 这个是严重的 退步 97年前 你不会觉得 有这么多 这个又说些 那里又说些 这里有个小道消息 那里有个小道消息 结果呢 没有一个可以证实是对 也没有一个可以证实是错 结果怎样 大家说一句 我说一句 就好像现在这样 两七八糟 消息满天飞 就好像我们以前 那些克里姆林工专家 就专门去猜测 苏联那些政局 然后呢 有一些 中国问题专家 就专门猜测 中共那些 匪情 那些国情 那时候叫匪情 台湾叫匪情 我小时候 金融 和明报 还有现在还在写 那个叫丁望 是专讲这些东西的 他们怎么说呢 就说 今次国庆 在天安门城楼 看烟花 我们看到呢 有三个主要人物 都不见到 一个叫做陈伯达 一个叫康生 一个叫謝夫智 这样 跟着呢 就在那里转测了 康生呢 可能看药多病 可能健康问题 就不出现了 陈伯达 有怀疑 他可能投靠了林彪 那现在呢 林彪呢 就跟这个江青 在那里斗 那会不会是 因为林彪失了 所以陈伯达 都可能被打倒之列呢 就是你所有东西都不知道 就是很奥匹的 很黑暗的 很隱蔽的 在那里估计 就是说 现在这次看烟花呢 咦 毛泽东坐在那里 毛泽东是拘捕了 哪个出来 哪个又坐在后面 上次刘少奇坐在那里 现在刘少奇坐在下面 或者隔了几个位置 去年这样坐 今年这样坐 然后在那里估计 就是现在呢 他在那里 现在我们香港 要淪为一个悲剧 哇 为什么 就是这个 曾司长辞职 后面又没有飞龙呢 为什么林彪辞职 后面又有飞龙呢 还有一样的估计 为什么当日 习握手 要从曾司长握手呢 握手的秒数呢 为什么又是那个场合呢 又是估计一大论的 现在还有些人估计 你知道吗 估到都没有什么估计的了 他说呢 习近平呢 就去这个 垂市开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其实呢 通常呢 我们国家主席 和党总书记呢 都很少去的 不过今次呢 就去探一个人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世贸组织的那个 总干事呢 鸡珍呢 就在瑞士 可能啊 习近平呢 就特意去找他 计握手啊 说一说一说 估到背一股啊 说一说背景 为什么要叫做鸡珍 我想我们个人都知道的吧 都知道也知道 不用说了 因为差不多20年前 我怕有些年纪比较轻的听众 有说97屯楼这样嘛 未够20年了 即97之后 应该有个 97之后 不重要了 03年沙士 97之后 刚刚20年了 接近20年了 你知道为什么他叫鸡珍 每天吃鸡啊 他说 全港杀鸡 140多万只 鸡毛鸭血嘛 他最初呢 就说 没事 我每天都吃鸡 所以没事 不是 他才说没事 我每天都吃鸡 证明呢 我都很放心吃鸡 就是说 最初说没事 后来又变了又是 就是这样 其实 那时候已经很明显 真的退化 就是你刚刚说的 你已经是退化了 你如果是以前那个 合理的英识管治 是不会这样的 乱说话的嘛 嗯 跟着杀鸡啊 搞成鸡毛鸭血嘛 百多万只鸡 不知怎样 各个手忙脚乱 但我又觉得这样的 现在被逼于无奈 我们要估的 你不估不行 因为他用了这种 就是好像当年 中共在毛泽东时间 那种 就是不透明的作风 令到你在那里猜度 逢认这些 你在这些极权国家 你就算现在南韩 北韩 都一样是 差不多这样的模式 金三世 什么时候没有公开露面呢 是不是 已经几天了 几多天了 又要估了 这些东西呢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 比如说什么呢 他说 金正恩 杀了他的孤长 就是用选诀的 你又说 他又说 我又说 说一百次 他也证实不了 有没有这件事的 他又没有否认 但是他又没有承认 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没有承认 又是猜 透明度极低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 纯粹是提中一种茶余饭后 一种谭慶 但是其实对那个 尋求真相 没有什么益处的 但是我认为 在香港现在这个正情 都依然可以估计的 就是依然可以用逻辑去分析的 那我就就着刚才 关于曾师长的辞职 我就想问一下 阿洋怎么看 我给你一些例子 你不要怕得罪人 你就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有一个友台 那个友台 那些都是一些很聪明 很有知识的一些 大的意见领袖 就是又行公义又好联敏的 应该就很厉害的 是不是 又有正义感 又有学识 又有经验 那应该算无为策 那他们有一天就说 其实你知不知道 曾师长辞职那么久 都不批准他 其实因为习近平在保护曾师长 因为其实他们就不想 特区政府出现一些问题 又不想将师长受到损害 就是不想他那么快曝光 还有他举一些例子 他举些什么例子呢 他就说 为什么他不批准他呢 就因为如果一个财政司司长 辞职之后 当时就是陈家强去处任财政司司长 他那个逻辑就是处任财政司司长 就只能处任六个月 如果超过六个月之后 就要真是争取委任一个新的财政司司长 还未去到7月1日 如果这样就收到北京的灵通消息 你听我说完 我问一下你怎么看 他说如果这样 还要两个大意见领袖 在做直播节目 有一个海鲜 就是那个台的台主 打个电话进来 喂 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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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料啊 郑先生 报料就是什么 他说因为如果这样 早些辞职 接受了辞职之后 未到7月1日 就出现一个空档 就一定要委任一个 真随的财政司司长 那六八九这个人这么坏 就会背着习近平 委任了陈茂波进来 陈茂波进来 就会搞乱香港 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你可以听回 他说在里面 逃空了香港的钱 那习近平看到 这么不得了的 所以一定要顶住 不要让他这么快辞职 为了要保护香港 你怎么看 这三个都是加上百多岁的 不要管他多少岁 但是这么戏剧性 你觉得怎么看 我觉得好像在看雍正王朝 看完雍正王朝代入 康熙 你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他们要看看雍正王朝 看康熙 康熙为了保护这位十三哥 所以把他休禁了 表面上对他很差 其实是想保护他 让他到时有需要的时候 出来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我想就是用雍正王朝的意识 来看现在的香港政治 和中国政治 但是他不是阿萧生 萧生只是拍大内群英 他不是 他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邏輯 你信不信呢 我自己很难相信 好像是编故仔 好像在做编剧 其实我就是想得心 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我觉得这件事比较有趣 第一 你觉得你不信 我不是他不信 你又觉得他的破绽在哪里 你陈茂波就算把炮极 你怎样逃空香港的钱 这六个月 这个是第一点 对 另外你六八九 现在几张被人叫了出来 即是所谓DQ了 你DQ 那当然有些很厉害很严重的痛恥 被人抓住 你现在是不是还这么够胆 去最后这几个月玩得这么尽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说习主席 是不喜欢陈茂波做财政司司长的 那我不理你是六八九 还是七八九 你推荐一个这样的人上去 他不懂得说不 一定说不 所以这个逻辑 其实是不是这一点都不成立 绝对是 而且你陈茂波 我现在不是说陈茂波不好 我整个逻辑去分析 这件事根本就是说 如果我是习主席 你是香港的特首 你推荐某军做财政司司长 我不喜欢某军做的 就不做了 我没有办法拒绝你的 你觉得这个逻辑不是很怪的 不可能的 你所有官员是中央任命的 你没有理由 你推给我 我一定要任命 没有这回事 但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就是 我又想深一层 就是如果 这么荒谬的东西 都说得好像真的一样 而他们平时看下去 就是你知道 就是说 我一点都没有贬义 这些是微精眼器的薄學多才 而且是在时事评论界的资深的评论员 为什么会说这些 只能够说你香港的这个剧本 越来越令人难看得透 你觉得他真的看不透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看不透 还是假看不透 如果他只能够从他所说的话 去判断他是不是透 我觉得这样 我不揣测他背后的动机 是故意做到自己看不透 还是他自己真的看不透 纯粹从他表面的说话去看 是吧 无谓揣测 又去估计你到底说这些说话的动机 就估上估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动机 这个就无谓估了 我觉得香港电影里面一部 我觉得拍得最好的一部 叫做最近20年 我自己觉得是无间道 无间道里面有些场景 有一些环节 有多长期呢 我觉得是经典 除了两个主角 在天棒上玩枪户队之外 就是一个很出位的傻强 不是现在这个金融事务师 那个傻强 这个他叫陈嘉强博士 陈嘉强教授 不是傻强 我说傻强 那个真名就叫做杜汶泽 演识傻强的角色 他就说你街上这么多人 那些人做事不专心 就像Milton那样 他应该看着麦 不知道做些什么 总之他卖鱼蛋 说笑话 Milton很专心 他不刺鱼蛋 他眼是蛇躲的 他说所有的人不专心 你记不记得这段戏 他一定有问题 他分分钟那些就是我看的 我意思就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突然间做一些很蠢的事 一定有原因 虽然我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我只是这样说 所以这件事是被我警惕的 你不要相信别人真的那么蠢 没有人真的那么蠢 这就是我要说的 那或者有些人会有盲点 我们先从一个善良的角度看 他不会嘲笑别人没有智慧 不是没有智慧 他不会有什么特别动机 应该 不会扮蠢 你当他是一个很善良 诚实 以实事求是分析一些东西 就没有任何动机去扮蠢 我会这样想 你觉得这个世界很多人叫忠恩同 我天真很傻 不去揣测他 我现在没有揣测 我只不相信别人会这么天真 我觉得这个世界这样天真的人 是不存在的 我们这样的说法 真的 我们还没讲正题 你想讲什么 就是讲 为什么整天摆在神上台 为什么这个正题呢 今天有人杀有介事 在面书上跟我说 他说批了 我什么批了 批了什么 批了真正或辞职 然后我看就说 其他的旧一些 或者可靠一些的网媒 全部没有 即01那些我觉得很可靠 真的 因为于品海是什么了 是不是谁都知道 没有讲 苹果即时新闻没有讲 星岛东方全部都没有讲 静日得众新闻 还说 是有一个 不知道什么 灵通消息人士 就说批了星期一生效 还有一样东西 你记得刚才我说 那个友台说的 那些所谓的陈茂波 什么什么的 他这里里面说 就说 将会由陈茂波接替做财政司司长 我觉得这件事 就是 比较上是诡议 郭阿明灵通 那可能他真的是通灵 我想他会问过 问过林郑 因为林郑祈祷 然后外面有些异象出来 那就传给她 是不是啊 还是找问离婆 我呢 我们看圣经有一句说 神是 你们的耶和华 神是忌邪的 你现在 既然是忌邪 你周围整个政坛都 痴梅网量 他怎么会说 给一些真料你看 那你们那些人 当然是什么 交鬼 圣经说的 有一个叫交鬼 是吧 做不到正事 就唯有交鬼 好像素罗那样 凌通不了上帝 撒母耳也不帮他 结果他找个神 找个问米婆出来 请撒母耳的魂魄上来 问话 结果是交鬼 撒母耳说 你玩完了 你这样搞法 交鬼 耶和华最恨这一样的人 那我现在觉得 你说 我不知道什么 灵不灵通 我只是觉得 灵通反过来 就变成了通灵 现在的政坛 是不是像通灵 个个都在估计 这个又说灵通 那个又说灵通 其实搞到 美都在搞通灵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不需要被这些 煙霧所迷惑 我们要做的事就是 本着我们对香港的信念 我们自己认为 哪一个人 或者什么人 是适合做香港的特首 有没有良心 实事求是 他以前做过什么 不是他说过什么 是他做过什么 或者他没有做过什么 然后我们就希望 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目的就是 希望香港真的回去 就是这里我想 讲几句 心底话 很多人说 共产党很坏的 没有的了 哪个都一样的了 我觉得 如果你这么说 不如你走吧 移民吧 我就觉得 我不会说 哪个党坏 哪个党好 我知道共产党做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 我知道什么 你看我本书 我对他一句好说话都没有说过 但是我实事求是说 就是说 由1997年 去到2002年中间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短暂存在过 这是我个人意见 不止你一个 很多人都感觉到 很多人都有共鸣 但是我告诉你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个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有很多相信香港核心价值 还有在英治时代 平稳过渡出来的 问责官员 或者当时政府的领导人 他们是用了很大的努力 去顶住一些乖丰恶狼 但是顶到后来就倒下了 我就说一个 我跟他不太熟 也不可以叫他 有素面资源 那个叫做陈方安生 就是陈方安生 由97年到2001年 他辞职 那段时间 他未必做得很好 因为98年的时候 新机场大混乱 他都要负责的 但是总的来说 他是维持回 以前香港那种管治的风格 然后顶住一些 我们觉得 是跟香港的管治 或者我们理解的 一国两制 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最后失败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看得这么烧极 或者这么灰 如果我们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在这个环境之下出来 他可以做回 陈方安生曾经做过的事情 或者我们可以把那一国两制 拿回回头 如果不是 你就要相信 像这些本土派那样说 或者要扔砖了 要光伏了 我觉得那些是一些 荒誕不惊 和找类祖差不多的事情 而且始终你本土派说 扔砖也好 什么也好 这种意识 也不是香港主流的想法 我相信 绝大部分香港人 其实都只是想 叫做传统讲句 吃餐安乐茶饭 就是叫做安居乐 就是我们看到 当时 Anson Chan做政务司司长的时候 我们看到 香港政府的作风 和彭丁康的时间 但是没有很大的差异 很多问责的问题 很多社会的问题 很多矛盾 透过协商 透过大家争取 透明在阳光之下解决 就是说有餐安乐茶饭之外 你的社会要公正 要公正 要透明在法治 你机会要均等 就不可以说 我未经招标 就随便批给一个 我觉得他成功的人 即使那个人是成功 但是你未经招标 就敢掌官与智去批 这个就是不符合当年的 合理的程序 我们可以告诉你 无论要用什么角度来看 我认为 林郑月娥 都不符合 刚才我说的条件 单单只是最近 故宫这一段的处理手法 已经绝对 跟我刚才所说 97年到2002年中间 那段时间 的某一些 我们认为还有的价值 是背道而驰 对吗 反而曾俊华就有少少 只是在这方面 就有多少少信心 给人的感觉 当然 他以前做过的一些设事 例如 六千元存入那个强积金户口 等你六十五岁才拿回 搞到全天下几乎和他反 这件事绝对是他的污点 所以将来就算他选不选也好 都要不可以忘记他做过这些事情 正如陈芳生他在98年的时候 新机场刚开的时候出现大混乱 他都要负责的 我们不是说我们支持谁 你刚才说 他做过什么 他说过什么 哪些做得好 哪些做得不好 哪些做得对 哪些做得错 我们一定要记得 到他们说我要选特首做什么 长官的时候 我们要拿回这些事情出来 要公平公开公正 没错了 说回来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你为什么那时候这样做 将来你会不会再做这些事情 你怎样改进 怎样防止再有这些错误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是说要要求一个人 是永无犯错误 而是要求那个人 我们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 他用什么态度对我们 没错 有些人就绝对不能姑息 例如你指出他有错误 他说我这些是行公义好联敏 我想问一下这个团地的仆街 到底你团地搞到有份 把香港的楼价封都想癫那么高 是不是 还在行公义好联敏 和行公义好联敏 新亚书院说起 新亚书院说起 昆佛 昆佛我多情 你现在做了地主 还说自己昆佛多情 不是 根本他是 怎样呢 他是侮辱了钱穆老师 绝对是 钱穆都激到弹起 当日钱穆 应该逐出斯门 这些 这个新亚书院的歌词 如果他真的知道的话 我觉得他不敢说出来 为什么要用这个 所以我们不要再说了 这些是 如果我用一个 比较直接的 的称呼 这个是一个人渣 还有什么 不如 我加了两个字 不如 那就是什么 不是人渣 那是什么 不如 还有两个 教育局局长 那我不要说 这个真是说都免得了 就是那个真是 就是 就是 所以呢 真是最重要 不是我们的什么 政治立场 大哥 我们不是政治立场 真正是你 到底你的人 的人格 和你做过的 说过的 到底你 不要做不做官 他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人 这个才重要 这个好像是有人 小学的时候 写篇文是这样说的 你不知道 哪个小学 啊 淑仪啊 她以小学的篇文 她说 做了总统都没用的 最重要是做了人 如果做不到人 做总统都是废的 都是废的 都是一只动物来的 他写的 就是这个人的退化 他十岁之前都是一个人 十岁之后就变成了不是人 那就是 所以 所以麒麟就是要驱邪行妖 是啊 一下子弄走你 哈哈 麒麟是人秀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需要猜度这么多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判断力的 刚才说的几样东西 就可以判断到 无论是那些所谓 时事评论员 那些什么行公义的台 行公义的长官 究竟他的心在想什么 都可以施过半的了 我们不要说立场 不要说他们 不要管他们 测读什么 他们说什么 他们做过什么 是吧 还有那些人经常说 这个是建制 那个是泛民 我觉得大家不要说这些 在2001年之前 陳方安生是一个建制的 但是为什么他由建制 最后变成一个民选的议员 最后变成一个民主老婆 周围和李卓明 在抹黑香港的所谓 宣扬民主 因为政府改变了 不是陈方安生改变了 政府是由原本那种作风 变成另一种东西 所以那些人如果不变的话 就变成建制内 变成建制外面 我们就不想这些东西 我们希望我们全部人 都可以回到建制 香港人有餐 安乐茶饭吃 不要理系什么事 这些全部不重要 我们一定要本着良心做事 为了香港的前途 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 嗯 对听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不好意思 我们又说到现在 超级多一点 我想听众不介意 好 下个星期再见 再见 或者下